在过去的文章中我讲过 美国放弃乌克兰是早晚的事 只是时间早跟满罢了 美国支援乌克兰只有两种结局 第一是在美国的扶持下乌克兰反败为胜 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在战斗过后美欧会联手开始向乌克兰讨债 没有钱就用资抵债 第二是乌克兰最终输掉了冲突 美国为避免和俄罗斯的正面军事交锋 所以在临近结束前提前撤出局 保一个全身而退 但是说实话 第二种实现的可能性比第一种高很多 从现实角度来看 乌克兰才有多大的利益和利润 除了有点地缘优势之外基本毫无用处 而且这次冲突过后 美俄短时间内基本不会再有军事领域的摩擦 所以乌克兰已然是一块废地 与这个地缘优势相比 澳洲的财富肯定更让美国心动 所以美国会在俄乌冲突期间尽可能调控节奏 等欧洲资本基本完成逃离后从容退场 当然上述内容绝非没有论据 据俄罗斯媒体近期报道 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私下讨论 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可能需要的条件 美国政府也在私下请求乌克兰高层 对于俄罗斯和谈展示开放性 大家看到没在报道中用到了请求一词 说明美国现在也是进退两难的处境 一旦俄乌任何一方取得较大的进展 都可能导致欧洲随时脱离美国的掌控 开始自力更生 近期欧洲27国官员联手在欧洲议会上 通过了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决议 美国对此持不同意见 美国认为俄罗斯并不符合标准 欧洲这些年一直支持乌克兰 目的不是附和美国 而是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和筹码 如今看着自己的财富被轻松收割 欧洲必然会尽力一搏 所以毫不夸张地讲 如果俄乌冲突在今年冬天不能暂时缓和 美国所有的梦想都将破碎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 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 看来基辛格这次的预言将再次应验 乌克兰迟早会摇身一遍成为一头带载的羔羊 最终被美国亲手送到俄罗斯的菜板之上 既然乌克兰被出卖已经成为定局 现在泽连斯基是该想想要如何做了 虽然乌克兰没有欧盟的实力 但乌克兰是参战一方 至少具备主动权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目前导弹袭袭击波兰事件 以及炮击扎波罗热核电战事件 已经成为了乌克兰危机的焦点 迹象表明乌克兰与美国北约的分裂在加剧 如果这两个事件都与乌克兰有关 则很可能意味着 泽连斯基开启了对美国的讹诈模式 尽管乌军一直强调在反攻 且强调已经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可近来的反攻并不利 相反 俄军近来却加大了对基辅等地的轰炸力度 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摧毁乌克兰战争潜力和意志 也是在为下一阶段发动更大的冬季战役 做准备 尽管美欧都坚持强调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可美国方面显然已经开启了劝和促谈模式 拜登鼓励谈判 而美国参联会主席则直接强调 军事行动解决不了问题 目前是谈判机遇期 泽连斯基虽然回应了美方促谈的意图 可不管是其提出的谈判失调 还是公开谈判提议 显然都表明他无意谈判 而泽连的顾问波多利亚克则表态更直接 通过西方国家一些同僚得到消息 希望乌克兰能够保持与俄罗斯谈判的可能性 这让他难以置信 目前已经通过一系列反击行动取得诸多胜利 西方却要求乌克兰停止战斗 这等于让他们投降 这实际上是回绝了谈判的请求 也是对劝和促谈表达强烈的不满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发生了导弹袭击波兰事件 以及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事件再起 导弹袭击波兰领土事件的消息一公开 乌克兰方面立即声称是俄所为 且大言这事俄向北约发起了军事打击 要求北约启动共同防御条款应对 泽连斯基的这一煽动性言论 立即被美国总统和欧洲国家领导人否认 且没经调查的就第一时间声明 不可能来自于俄罗斯 甚至于直接表明可能是来自于乌军的误设 对此泽连斯基是坚定否认 导弹袭击波兰 这事可大可小 一旦认定是俄所为 就意味着必须启动北约集体防御条款 那就意味着俄与北约的开战 即使是俄所为 北约恐怕都不会轻易下结论 正因为事态重大 泽连斯基的煽动性言论 就一定会被美国北约视为是不怀好意 就更会担心乌克兰什么时候会使坏 把北约拖进战场之中 因此白宫警告乌克兰说话要谨慎小心 煽动俄罗斯导弹袭击不成 就立即发生了核电站炮击事件 尽管泽连斯基一口咬定是俄军所为 可恐怕这个事件没人会相信 在指责俄军炮击核电站的同时 泽连强烈要求俄军从核电站撤军 意思很明确 只要俄罗斯不放弃对核电站的控制 就一定会有继续的炮击 如果说导弹袭击波兰事件 是想把北约拖进战火之中 那么炮击核电站事件就是对美国的一种讹诈行为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一旦被炮击引爆 那将是欧洲的一场核灾难 不但毁掉了乌克兰自己 也将严重波及到欧洲的安全问题 引爆核电站和用核弹袭击并无什么区别 一旦激怒俄罗斯 就很可能动用核弹和平基辅 问题可就大了 泽连斯基之所以如此 一是乌克兰的重要基建和战略设施 正在被俄军连续的大轰炸 二是接下来 俄军肯定会发动更大规模的冬季战役 三是美欧正在患上严重的乌克兰厌倦症 早晚会抛弃乌克兰 四是美国正在明里暗里 得要求乌克兰割地求和 不能把北约拖进战火 就用攻击和电站这种手段 要挟讹课诈美国北约 泽连斯基这么一闹腾 拜登又是军火又是美元送给乌克兰 而欧盟也立即承诺了 在明年要给乌克兰巨额的资金支持 欧洲议会就立即的把额定义为制恐国家 这些恐怕都是在安抚泽连斯基的情绪 最新的消息是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 计划参加下周 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 并将在会上发出两个非常简单的信号 分别涉及向乌克兰紧急追加提供防空系统 和北约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这个艰难的冬季 从这个表态来看 乌方很清楚进入延东之后意味着什么 目前美国北约的库存都被乌军打空了 要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 又怕彻底激怒俄罗斯 重要的是 原本是想通过持久战消耗削弱俄罗斯 目前看来 俄罗斯没削弱 乌克兰却被摧毁了 重要的是 欧洲正在面临重大的衰退和冬季生存危机 而拜登的大国竞争战略也受到了严重的牵制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已经40多天了 俄军对乌克兰全境特别是基辅的大轰炸 也就持续了这么久 近几日的轰炸力度反而更猛烈 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进行大轰炸 从人员伤亡很少目标损毁严重来看 显然是精准 如果俄军的大轰炸目标是反攻的前线乌军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是可想而知的 这就表明了俄军的退守 显然就是诱敌之计 是想在冬季战役中杀一个回马枪 一枪致命 让乌克兰彻底去军事化 这就是目前乌克兰的处境 这就是导弹袭击波兰事件 和炮击核电站事件的背景 泽连斯基此举 显然是针对的美国北约的强烈不满 是在讹诈美国北约 所以 那我要付视觉 tape 宝宝 这 宝宝